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节目 我叫Vivian 是这个节目的主持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著名的朱祁教授来到我们中间 今天晚上的讲座主题是 询问印度 从南亚次大陆到硅谷邻居 本节目是由夏阳深岳艺术网课中心主办的 非常感谢朱教授来到我们中间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 下面这个时间就交给朱教授 我已经从这个银屏上看到很多老朋友 也看到了不少新朋友 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周五的晚上 黄金时光 谢谢大家来跟我一起来分享 那么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询问印度 无论是对于印度大陆 印度次大陆或者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硅谷 我们都有很多问题 常常有人问我呀 印度人是黑人还是白人 听说印度也有黄州人跟中国人像不像 那印度怎么有那么的贱民呢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目前是1.7亿 比很多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 那么还有印度为什么总是那么脏乱呢 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什么这么根深蒂固啊 当然我们生活在硅谷 我的左边邻居右边邻居 左邻右舍都是印度人 那我儿子在Cupertino上学 Manta Vista High School 这个学校里面到处都是印度孩子的面孔 那么我最遇到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印度人 为什么这样成功 还有印度人 就是硅谷的印度人啊 和本土的印度人 为什么很不一样等等很多问题 我想今天大家呀 其实心里也有很多问题 前面我先讲一讲 后边呢 我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大家来看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从大到小 我们要讲的人种啊 族群啊 语言呢 等等 但是呢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会过得非常快 第一个呢 我想讲啊 印度啊 是世界上人种最复杂的国度 大家看 左边呢 就是南亚次大陆 也叫印度次大陆 右边这张图 大家看 在这国旗覆盖的下边 就是印度 我们来看印度 在它周围 好多地区 人种都很不一样 它的北边 蒙古人种 有东亚 有中国人 其他东亚人 还有藏族 然后在它的东边 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为什么叫东南亚呢 因为在印度与东 在中国以南 在两大文明的一大 一东一南 然后在它西边 有阿拉伯半岛 有中亚西亚 那么这边还有非洲 然后呢 离它稍微远一点 还有澳洲 虽然澳洲远一些 但是过去航海 很方便 印度三面领海 所以要去印度 并不难 那我们再看这张图 它是原来的图 我们来看 上面标了一二三 一 尼格利托人 通俗的叫法 把它们叫做小黑人 他们呢 是东南亚国家的原始土著 非常久远 现在还可以看到 还零星的一些地区 还生活着尼格利托人 因为他们个子很矮小 头发卷卷的脸比较扁 鼻子也比较扁 跟非洲的黑人很不一样 所以叫它小黑人 然后再看右边 原始澳洲人 那原始澳洲人呢 他们是在五万多年前 就从非洲跑到了东南亚 然后又到了澳洲 他们是原始澳洲人 我们知道澳洲 现在有很多白人 在进入航海大时代以来 所以好多欧洲人呢 就纷纷迁徙到澳洲去了 那是后来的事 原始澳洲人 像这样的面孔 都不容易找到了 他们是最早离开 非洲大陆的一只黑人 那么大家再看三 地中海人 为什么有两个三呢 因为这个表示啊 就是地中海人 有不同的种类 像Sammet Sammet人是 就是其中一只 那么还有北非的 又是另外一只 其实都是地中海人 那么我们再看 看第五 这个数字太大了 已经把斯里兰卡压住了 斯里兰卡 主体民族 就是圣加罗人 圣加罗人 有一两千万 其实他们原来是从印度 迁徙过来的 印度现在也有圣加罗人 然后再看这两只更重要 就是达罗匹图人 达罗匹图人在公元前三千年 就已经到达印度 测大陆 而且是他们一般认为了 是他们创造了印度河流域文明 印度有两河流域 一个是印度河 一个是恒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文明后来突然消失了 已经不知道究竟他的主人是谁 但是大部分人认为是达罗匹图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印度的南部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族 就是我们说他们是高加速人的一支 有亚里安人 他们是白人 纯粹的白人 大家看在7这个号码 就是在离海和黑海之间 他们从那里迁徙过去 从公元前1700年左右 就往印度河大陆前夕 公元前800年左右 进入恒河流域 铁器时代也开始了 以他们为主创造了恒河流域文明 所以这两个民族都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前面是主要从人种讲 人种主要是一种皮肤的颜色 相貌特征 还有呢就是遗传 记忆遗传 而民族就复杂了 民族可能是共同的习俗 文化 宗教 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民族认同 我们是一个民族 共同的民族记忆 我们有一样的祖先 民族 为什么又有不足呢 不足其实还带着原始社会的气息 可是这两者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 印度呢太复杂 其实不好区分 其实我们笼统说 有几百个部族和民族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张图啊 这张图想说明印度的文化呀 很多都是外来的 印度的很多民族也是外来的 印度的文化其实是不断涌入的 外来民族融合起来的这种文化 跟中国非常不一样 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 就是说 有没有民族你再强大 从北边杀下来 你下了马开始种地 慢慢就变成汉人了 就把你化掉了 而印度是从西北方向杀过来 然后他们都比较强势 所以印度的主要的文化 宗教反而是外来民族带来的 所以这张图主要想说明这一点 那么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那么在左上角 大家看亚里安人进来了 那么亚里安人呢 他们就 亚里安人呢 他们呢 进来以后啊 他们就 入侵并同化了印度北部 他们就带来了繁域 我们大家都知道繁域 现在的印第语就是从繁域演化过来的 佛罗门教和种姓制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佛罗门教我们知道就是印度教的前身 这个就是亚里安人带来的 那么还有种姓制度 我们知道至今深刻的影响的整个印度 也是亚里安人带来的 那么种姓制度啊 其实是当时啊 亚里安人他们是白人 他们害怕他们这个人数太少 被太多的土著融化 变成黑人 所以他们建立种姓制度 佛罗门 亚里安人都是佛罗门 然后沙地利 然后呢是废舍 然后守托罗 守托罗其实是当地的土著 他们是奴隶 可是他们后来慢慢的还是跟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看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啊 这个时候啊 不断有强敌入侵 将近一千年呢 波斯人杀进来了 战了大约两百年 亚里山大打败了大刘十三世 控制了整个波斯帝国 竟然也控制了什么呢 印度西北部 然后还有其他的啊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 还有贵双王国甚至叫帝国 在东汉时候有四大帝国并列 其中就有一个大肉之人建立的 Kushan Empire 他们已经扩展到恒河中游 那么还有就是白匈奴 中国人叫做艳达 他们一度打到了印度河下游 那么在这里边呢 在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说这些民族呢 就是将近一千年呢 他们不断的杀进来 最终在七世纪的北印度 融合成拉奇普特人 罗吉普特 其后近千年呢 那么抵抗穆斯林一次次入侵 捍卫印度教的主要部族 正是早已成为土著的拉奇普特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中国的北方也总是由民族入侵 他们变成了真正的本土的印度人 后来穆斯林刷进来了 他们就跟穆斯林打起来了 他们成了捍卫印度教的主要族群 这也是印度特有的现象 在北印度旅行啊 你所看到的很多建筑 其实是拉奇普特人的建筑 那么还有呢 就是穆斯林刷进来了 11世纪到18世纪 穆斯林的占领和统治 我就不用说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图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么也是一次次的穆斯林刷进来 那么一直到1526年 瓦布尔带领军队 进入印度斯大陆建立了蒙沃尔帝国 这就是当时突厥人建立的三大帝国之一 那么这个帝国呀 一直到1859年才彻底灭亡 那么1526到1707都非常强大 到1859年被英国人消灭 那么穆斯林在印度的占领和统治 又是长达700多年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让这段历史显得尤其漫长 你看又是外来的民族 他们带来了是什么呢 伊斯兰教 然后呢大家再看右下角 就是16世纪到20世纪呀 欧洲人的争夺和统治 其实呀 在蒙沃尔人打过来的时候 欧洲人也进入了印度斯大陆 这就是达嘎马1498年就进入印度了 葡萄牙人来了 后来英国荷兰人来了 后来法国人来了 然后英国先是东印度公司 后来呢就怎么样呢 慢慢的政府来控制印度 一步步禅食 差不多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把整个印度 两百多年的时间 把整个印度控制了 然后又统治印度将近百年 所以大家看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历史啊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虽然我们说 我们说古老的文明 只有这两个文明延续下来了 但是这个情形非常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 一直是汉人汉字汉文明 大多时候是一个统一的帝国 而印度大多时候 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那些强大的民族 都是总是从外来杀进来的 那些主要的宗教和文化 也是外来的敌人带来的 这一点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是在1947年 居然成为一个统一的 整个形成一个印度共和国 那么再一个角度啊 我们说说印度的语言呢 也是非常难讲 因为印度的语言太多了 有人说是一百多种 有人说三百多种 如果加上方言 其实语言和方言 有时候也很难区分 尤其在印度就太复杂 有上千种之多 有人统计是一千 五百 一千六百五十二种 大家看 这是一张印度的卢币 五卢币 最小剂量的一个钱币 在这边呢 是有十五种文字 上面是印地语 印地语 是繁文变过来的 然后右下角是英文 这是他们的两大官方语言 印地语和英文 加起来就是十七种语言 这真是不可想象 因为不是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不认识这些钱币了 他们每个这个省啊 我们他们叫做邦 他们主要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 那么主要的官方语言 却是印地语和英语 大家看这边呢 就是印度呀 各个邦 主要的就是 印地语的地区主要在这里 大家看印地语 这有几个邦 他们使用印地语 那么英国人所谓的 印第斯坦民族 就是这么来的 是英国人命名的 他们把使用 印地语的这些地区 这些人呢 叫做印地诗坦民族 其实印度人现在是不承认的 他们不大使用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印地诗坦人 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 印度教的 西克教的都有 不要考虑他 对不起 从来都不给你打个招呼 所以印地语使用的人最多 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那另一个呢 就是英语 大家看右边这个图 你看 当时的 小英国编那个短期 550多个城邦 就像那个一条条破碎的布片 拼凑起来的这么一块版图 那么大家看在这里 我特别标示了一下 Surat这里 是1612年 英国人就在这里建立据点了 到了1849年 英国人打败了西克人 Pongib 在印度的西北部 这个时候 就几乎蚕食了整个印度 1849年 一直到1947年 印度独立 又是98年的时间 所以英国人 全时占领 统治印度 多长时间呢 总共300多年 这一点来说 对我们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说 硅谷的印度人 为什么那么成功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他们的英语比中国人好 那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因为英国人早就进入了印度 在19世纪初他们就开始用英文办报纸了 办后来就办学校 而且有很多印度人 他们就跑到了英国 像我右边的邻居 他已经几代人在英国生活了 到那里他又来到美国 所以他们进入西方世界比中国人早得多 他们接触英语比中国人早得多 他们学习英语的普遍程度 要比中国人普遍的多 这是他们英语好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还有印度的神明更是多得不得了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多少 那么有人说 有100万 有人说500万 有人说1000万 最后那个印度的导游 他跟我说我们印度大概有几亿的神 因为我们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所认为的神 这个非常有意思 大家看这个印度寺庙 是在这个Jepot 一个拉齐波特人的土邦 建立的城市 很重要的旅游城市 那里有一个印度庙 我在那里竟然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释迦牟尼不奇怪 释迦牟尼是印度三大主神里边的皮尸奴 他们的这个吉祥神 那么皮尸奴的第九个变相 所以印度的宗教为什么消 佛教为什么消失了 跟这很有关系 等会我们再讲 而且我发现了这个人 大家看这是谁 这是孔子啊 孔子也成为印度的神 印度教的神 大家看这又是神 这是苏格拉底 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都是印度的神 不是所有的印度人 都觉得孔子苏格拉底 是他们的神 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可是只要有印度一些人 他们认为 这两个人也是印度教的神 那就是印度教的神 所以印度教这一点非常的独特 没有人说的清楚 印度有多少神 更多的神是一种原始撒满教 也就是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核有河神 水有水神 就是这样的神 原始的这种撒满教 太多太多了 没有人说的清楚 那关于印度教呢 就是 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简单图表 这个图表 比我以前列的要简单的多 因为我觉得 了解印度的宗教 也需要一个大致的轮廓 可是我们时间太紧张了 时间我就不说了 印度教就最早的时候叫废陀教 废陀就是知识 启示的意思 因为那时候亚里安人 他们有一些赞美诗集 讲离聚废陀 后来废陀教 就变成后人就叫废陀教 这就是婆罗门教的前身 那时候亚里安人有他们自己的神 他们认为天界空间地界各十一神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三十三神 那是亚里安人最初的神 他们来的时候 也把他们的神带来了 那么到了公元前六世纪 七世纪到六世纪的时候 印度出现了宗教上的百家争民 大家知道中国那时候 也出现了百家争民 不过主要是哲学的 道德伦理的百家争民 像孔子 孙子 孟子 庄子等等 都是出现在那个时期 春秋战国的时候 印度的主要是宗教的 因为当时啊 其实跟中国的情况一样 都是因为铁器进来了 铁器进来 带来生产力的迅猛进步 然后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 这个时候就激发了一些思想家 比如说释迦牟尼 比如说大雄 铁器那教的创始人 他们对于种姓制度就很不满意了 因为他们是新兴的阶级 他们要求高了 他们要讲平等 所以佛教就讲众生平等 当时的铁器那教也是这样的 当时婆罗门教也分成 三百六十多个派别 佛教有九个支派 铁器那教也分好多支派 这个时候这三大宗教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的婆罗门教 最重要的产生了三大主神和种姓制度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印度 为什么说他的文明一直延续下来的 就在这里 因为印度教一直延续下来了 而印度教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三大主神 种姓制度这些东西一直都延续下来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下 种姓制度对于人的歧视 它不是一般的歧视 它是变成宗教的 这就很难很难改变了 那么大家看 三大主神是什么 种姓制度又是什么 等会我们再看 等会我们再看 这个变化也说明什么呢 当亚里亚人进入恒河流域 那个时候他们就跟更多的印度北部的 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了 他们就形成了三大主神 三大主神 就是斯波神 皮士奴神 梵天神 三大主神 种姓制度也形成了 那么到了七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就是拉奇普特人时期 还记得吗 我刚才就用那个表来讲拉奇普特人 就是上千年入侵的那些外来民族的后代 他们后来都自称为沙地利 战士民族 所以叫拉奇普特人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穆斯林的杀戮 还因为这个时候印度教发生了变革 有个桑杰罗 他进行宗教改革 他产生的这个宗教叫新婆罗门教 后来就叫印度教 印度教的教法也是英国人 把他叫印度教 他就是印度教 其实好多印度人并不承认有所谓的印度教 实际上他是一种新婆罗门教 那么上千罗改革的时候 他就把佛教的教义和七纳教的教义 就吸纳进去了 而且这个时候释迦牟尼 已经变成了印度教里边的 皮士奴神的第八第九个变相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 佛教为什么对印度逐渐消亡 我们大概知道八世纪的时候 七世纪的时候 唐玄章取经 那时候佛教还非常兴盛 七世纪的时候 可是唐玄章走后 只有二三十年 印度教就分 佛教就开始产生分裂 后来印度教就进行改革 就把佛教的内容都吸纳进去了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印度的种性制度太厉害太厉害了 它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 这里边是没有真正的所谓众生平等的 所以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 印度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还因为佛教是出俗的 所以我们看佛庙都是建在山里 那么他慢慢的给印度人现实的生活 世俗的生活失去了联系 慢慢就消亡了 可是七那教不是 七那教有个很大特点 他是严格反对杀生 戒杀 他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们不去种地 因为地里有蚯蚓 他们走路要戴口罩 不是为了防治新冠肺炎 他们是要干什么呢 他们是要怕蚊子啊 伤害了这些小生命 那么他们完全不能杀生 就只能到海上去发展 只能做生意 所以这个宗教的人非常有钱 直到现在印度西部 好多七那教徒是印度最有钱的人 也因为他在古代就一直很有钱 他有经济实力 所以他一直保留下来了 那么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就是说今天来看 佛教在印度的人数比七那教还多 大概在0.7% 而七那教只占0.3% 因为七那教后来都是很有钱的那个阶级 而佛教后来呢 有两次革命 都是在18、19世纪才发生的 那么先是就是号召大家 正信佛教 后来又来一次佛教运动 而这个佛教运动是在建民的阶级展开的 那些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人生的机会 他们就改信佛教 改信佛教 甚至在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纪念的时候 印度政府号召大家信仰佛教 所以今天佛教在印度是有信仰的人的 但是在历史上很漫长的时期 他已经消亡了 我们大家知道后来 他有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对吧 尤其是汉传佛教 又进而传到东亚好多国家 汉族 那中国反而是佛教最新盛的国度 那么大家看 印度教后来还是印度教 那么佛教后来很长时间不存在了 到了13到16世纪 这是德里苏丹时期 德里就是今天的印度首都德里 主要是那个老德里 那么当时从中亚杀过来好多 这些强大的敌人 主要是阿富汗人和突厥人 他们建了五个王朝 都以德里为都 所以叫德里苏丹时期 所以伊斯兰教就非常的兴盛 主要是在北印度 那么再到后来 就1526年 巴布尔带领蒙沃尔人杀过来了 建立了蒙沃尔帝国 他们主要是突厥人的后代 那么一直到1858年 他们也是伊斯兰教政权 那么 而且很有意思在哪里呢 就是穆斯林政权与拉齐普特人结盟 因为当地的沙地利 那些军事首领 那些土帮首领 都是拉齐普特人 穆斯林政权要在北印度 能够生存下来 必须要给他们结盟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一种结盟的关系 就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结盟 也是在这个时期 蒙沃尔帝国时期 如果说起来的话 希克教还要早一些 在蒙沃尔人到来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了这个宗教 但是主要是在蒙沃尔帝国时候 壮大起来的 那些信仰希克教的人 后来就是希克人 希克人 然后基督徒也慢慢适入进来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在蒙沃尔帝国时期 实际上沿海地区 那些西方的这些国家 也纷纷涌入 所以带来了基督教 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 除了这三个宗教 还有希克教 还有基督教 我们如果再加起来佛教 现在也有佛教徒 这是印度的宗教 我们这样简单的把它串一下 但是我们要讲 印度教 这是最重要的内容 因为印度教 它不只是一个宗教 它涉及到印度人的生活方式 习惯 风俗习惯 而且是很多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我们了解印度 令印度教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下边 重要点是在印度教 那么说起印度教 我给他四个字 叫无所不包的印度教 融合历史上许多外来民族的文化 也许在 在看哪个年代 亚里安之前 它本身可能已经是很多 民族文化的融合 亚里安进来以后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的表 主要是北印度了 南印度还是另外一个情形 然后呢 许多外来民族的文化了 这些东西进而又进一步融合 这个文化也包括宗教 囊括了多种宗教 习俗和生活方式 我们常常说 宗教就是宗教 但是它还包括生活习俗 还有生活方式也在里面 各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 全部囊括进来 但是有一点 伊斯兰教例外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在那个印度教寺庙里 有孔子有苏格拉底 但是绝对没有释迦牟尼 绝对没有穆罕默德 对吧 绝对没有这个穆斯林的 一些生活习惯 所以在这里边呢 所以这就说明了 什么印度历史上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 长期的这种矛盾冲突 甚至流血的战争 使得这两个宗教 是严格对立的 我们知道1947年印八分治 主要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那么还有 对印度教无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为什么加个引号呢 这是印度外交部经过20年 在印度的了解调查 最后他们认为 对印度教无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什么是印度教 谁也说不清楚 印度教这个名称 本身也是英国人给的 然后呢 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理解 什么是印度教 你信什么神 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看法去理解 那这是谁说的 这是尼赫鲁 尼赫鲁说的 他是1947年 1951年 就是印度的第一个总理 因干地是他的女儿 拉干地是他的孙子 那么这个第一个印度总理啊 他也研究过 他最后发现 没办法研究 没办法研究 在这里边我们抓住最主要的几点 来概括一下 一个是多神崇拜和三大主神 所以印度教你说他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 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 没办法下结论 你说他有他的造物主 就是凡天 凡天 他是造物主 然后还有三大主神 但是他的神多得数不清 大家看这是南印度的一个寺庙 在上面装饰都是这些神 不知道有多少 这个是其中的一角 你看这些神一个挨着一个 而这个呢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寺庙 只是其中这个建筑群的 其中一座而已 有多少神 多得不得了 我们刚才说了 印度教 那就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神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神 但是他另一方面有三大主神 你看凡天神 造物主 也是智慧之神 披士奴 他们的吉祥之神 然后呢 这边师婆 你看 拿着三叉记的这个一定是师婆 这个三大主神 这成为印度教 也是印度文化 甚至让所有印度人 在很多方面 能够走向一致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三大主神 三大主神 那么这三大主神里边的师婆奴 不是 披士奴 他有十个化身 又有十个化身 然后大家看这个 就是Rama 就是罗摩 大家知道印度史是有一个罗摩耶娜 这是印度史上最大的英雄 也是他们的神 然后你看这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佛陀 这是佛陀 释迦牟尼 你看 刚才我们一说了 他是披士奴的第十个变相 这一点 我们注意 就是印度的三那主神 非常重要 你在印度走到哪里 你都会看到他们的 这个图像 有他们的寺庙 但是有意思的在哪里呢 吉祥就是这个造物主之神 就是凡天 反而在印度只有两三座 到处都披士奴的庙 到处都是师婆神 师婆神我刚才没讲 他既是毁灭之神 又是创造之神 这两个神的神庙特别多 反而这个造物主的神庙不多 那么理解印度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因果报应和人性轮回 人生轮回 还有种姓制度 还有戒杀 这几点都非常重要 可以说你在其他古文明里边 你找不到因果报应 人生轮回 戒杀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种姓制度 这几个东西 这是印度独有的 那就像中国自己的文明 中国文明里边有 科举制度 南庚女支 孝 忠孝 这忠孝仁义这些 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如果说其他民族有 那他们是受中国的影响 同样东南亚国家有很多 他们跟印度很相像 他是受印度的影响 中国也有因果报应 那是后来中国民间产生的 其实佛教本身是从印度产生的 然后进入中国以后 他原本不讲因果报应的 但是后来民间的佛教里边就有了因果报应这样概念 因为他又讲孽缘 所以因果报应就后来成为民间常说的一句话了 就是因果报应 那么因果报应和人生轮回是什么样呢 大家先看人生轮回 你看人死了 大家看死了 然后他的灵魂就跑出来了 印度人都相信灵魂 埃及人也相信灵魂 世界上大部分民族都相信灵魂 相对来说 中国人相信灵魂的比例不是很高 所以中国人一般是犯宗教信仰 所以中国历史基本上是王权至上 不是神权至上 那么大家看这个灵魂跑出来了 然后投胎 然后变成个小baby 然后变成小少年 然后老了老了死了 再轮回 然后再这么一圈 就这样一直轮回 因果报应和轮回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你这一生过得如何 全在于你上辈子还上上几辈子的结果 它是一个因果报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人要行善呢 在这一点我们也特别就是说 解读一下贱民 贱民为什么的中印度社会变成一个顽疾呢 很大程度在于啊 他们都相信因果报应 这辈子我之所以过得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前几辈子做得不好 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这是我应该的 如果我抱怨 那我下辈子就会有恶报 我就可能变成老鼠 变成猪 所以绝对不能怀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的印度旅行 一方面看到的是很多穷困呢 破烂呢 这些景象 但是你几乎看不到 有一个愤怒的人 看不到有人在那里骂街 大概今年二月份我去的时候碰到伊利 去了五次见过一次 真的是很少见的 他们心满意足 所以是相信因果报应 相信人生轮回 印度人不相信生和死的 这个 人生是永远轮回的 永远轮回的 他有的一种说法 就是人生可以轮回几千次 几万次 最后再轮回为人 所以他们对于轮回的说法 也不禁一样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有所谓生和死 相信有因果报应 相信有人生轮回 那么这是印度有个电影叫埃嘎 前些年还挺受欢迎的一个电影 就是这个人出了车祸 被人害了 然后呢 他的灵魂就跑到苍蝇 那个蓝草里面去了 然后变成一只苍蝇 然后变成苍蝇以后 一边报仇 一边还跟他所爱的美女之间 还有一种精神的感应 怎么可能呢 你想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苍蝇这是多讨厌的一种生灵 对吧 我们喜欢蜜蜂蝴蝶 我们怎么喜欢这个苍蝇啊 但是 苍蝇就是一种轮回 某种程度上 他们认为人可能轮回为苍蝇 所以这里边也涉及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印度人不杀生 因为生命永远在轮回的状态 你看那是老鼠 它可能就是 上辈子是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印度 坐火车到火车站一看 哇 有人惊奇的在喊 有一只老鼠 紧接着有人喊两只老鼠 有人说三只老鼠 三个老鼠在那玩呢 哇 到处都是老鼠 可是我要给大家说 这次去印度变化非常大 因为现在的总理莫迪 采取了很多措施 印度真的干净了很多 干净了很多 还有种性制度这一点 我们知道对印度的影响太重大了 我们前面说 亚里安人是为了控制那些当地的土著 他建立种性制度 可是种性制度后来不断的发生变化 我们看婆罗门 沙地利 废舍 属托罗 四个等级 婆罗门主要是祭司 掌管神权的 所以印度是神权之上 贵族了 武士了 国王了 这都是沙地利 那些农工商 平民都是废舍 奴隶就是属托罗 后来这个有所变化 因为后来没有奴隶了 那么然后呢 这所有之外最底层的 不可接触者 他们就是贱民 什么是不可接触者呢 杀生 屠夫一类的 或者是打扫卫生一类的 太脏 或者是举行这些葬礼 做这些活动的 这都是不可接触者 而印度今天还有1.7亿贱民 想想看 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比日本的人口还要多很多 大家看左下角 大家看这个小贱民 他在垃圾冬中谋生 谋食 大家看这张图片就前几年发生一件事 这个费舍女子 他跟一个索陀罗男子相爱了 结果这个女子的父亲就找人把这个男子活活打扫 其实在前些年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 你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在公司工作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结婚 不可以发生血缘的关系 然后在印度啊 你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 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这些贱民就住在这个破烂的这些 临时搭建起来 这些小棚子里 这些印度贱民的小孩子 他们整天从他们生下来 祈祷的生涯也就快开始了 有的人甚至就抱着他妈妈的怀里 被他妈妈抱着 那个手脚呀 只有那个小土豆那么大 就已经开始祈祷生涯了 这是印度社会最可怕的一种 这种也是一种宗教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也就是影响了今天印度的发展 那么戒杀这一点来说 最早七大教是最讲戒杀的 不杀生 这七大教的创始人大雄 他比释迦牟尼还早几十年 那么他们有天衣派 其实就不穿衣服 他们有白衣派 穿的白色的衣服 他们之所以带着这个 也不是为了防止什么流行病 他们就是干什么呢 怕蚊子吸进去 就严格的这种程度 这啥跟印度文化有关系吗 有很大关系 印度讲非暴力主义和平主义 我们大家知道啊 这个人干地 是印度的圣雄 印度的这个人的父亲国父 崇高的不得了 现在印度的纸壁上 几乎所有的纸壁的正面 都是干地的像 干地的像 他以和平主义居然 最后战胜了英国人 使印度独立 这是在别的国家都不可想象的 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印度人 他们进行游行抗争 他们被英国人打的 可以说头破血流 绝对的不会采取暴力行动 甚至他们绝对不会站起来 进行这个用辱骂来恐吓敌人 这就是戒杀 这是印度绝对独有的文化 那么我在这里啊 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诚惶诚恐 我们这样大幅度的跳跃啊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 这个实在是来不及讲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了 我在YouTube啊 我有自己的channel 就是质检历史 质检历史 你打我名字就可以进去 那么这里边也有关于印度 印度人 这只是这样标出来了一下 我当时讲的是从族群 宗教和种姓制度解读 印度之谜 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一些 那么还有另外讲 印度历史啊 分桌上下 是在我朋友当时给我录像 放在他的channel 大家只要打猪旗和印度 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我关于印度是有六七次讲座 那么现在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很有限了 我再简单说一下 硅谷的印度人 Silicon Valley 大家都知道 印度人好厉害啊 你现在到网上找图片 你要找到这样图片太容易了 而且都是一排一排放在一起 因为印度人都成为全球主管这一类的 这种是CEO 特别是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Google 还有微软 这两大总裁都是印度人 你看这张图片呢 干脆就变成这样子了 太多太多了 威威啊 在我们这次讲座之前 也特别给大家发了这个一个表 就是成功的那些印度CEO 连成一大串 这些大家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硅谷印度人 比中国人更成功呢 其实这有很多很多原因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 在硅谷有很多杰出的华人 他们都回国创业去了 就像当初韩国人和日本人 也回国创业去了 那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比如说印度人的团结精神 印度人特抱团 特抱团 其实从文化上分析啊 是有很多很多原因的 另外一个是适应能力 印度人适应能力特别强 华盛顿邮报做过调查 40%的这些读者都认为 印度人之所以能成功 适应能力非常强 那么从团结精神上来讲 我们大家想一想 印度人是因为爱国情结 他们很团结吗 是因为民族情结 他们很团结吗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 印度在历史上 很少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印度人可以说是不怎么爱国的 我每次去印度啊 不论是我的邻居啊 还是坐出租车的时候 印度的印度人坐出租司机 都会问我 你为什么要去印度 那里有什么可玩的啊 我接触的印度人真没有感觉 他们有爱国这一说 印度历史上就没有这个国家 这个概念 那么还有啊 中国人爱国情结最深 因为中国是中军爱国嘛 所以岳飞的妈妈在岳飞的背上 刺了四个字 金钟报国 金钟报国是一回事 所以因为金钟 所以跟国家这个情结也特别深 爱国和中军是一回事 那么还有民族情结 印度历史上 我们来看他没有主体民族 只有一个人口在三四十的 印第斯坦族 但是我刚才说了 是英国人 把那些说印第语生活习惯相近的民族 把他们叫做印第斯坦族 但是印度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承认了 因为那是英国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概念 那民族情结也谈不上 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们这么团结呢 我觉得呢 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东西 生存竞争的需要 印度人懂得 我不团结 那我就做不好 我一个人力量也许做不好 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 我们知道现在印度有好多公司 已经庞大了 印度人的团队已经庞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公司即使想把印度人解雇了都做不到 想重组也做不到 因为这公司的主要的这些骨干队伍 都是印度人 大家再看右边这张图 就是那时候有五百五十多个土帮 使得英国人 法国人 怎么样呢 用这个土帮打那个土帮 团结这个王公 战胜那个王公 结果呢 往往一次死了无数人的战争 英国人 法国人 只死几个人 就已经打了胜仗了 你说这个国家当时有多可怜呢 它的人口那么庞大 最后被英国人 英国人今天只有五千来万人口 那时候是人数更有限 他们怎么就控制了这么一个艳阳大国呀 就是因为他们四非五列 所以我想印度人只要懂点文化 他们都懂得一点 团结非常重要 他们必须抱团 这点我也是非常感慨 因为我刚到湾区的时候呀 那时候印度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 后来大家就说是印度人更厉害 还是中国人更厉害 但是到现在大家已经发现 明显的印度人走到了前边 印度人要比中国人成功的多 大家也发现了印度人的抱团 就是一种团结精神 那么另外一个 印度人的适应能力 其实这样说起来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他们英语水准很高 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 那么还有多元文化 他们有很多民族的文化 都有 所以印度人心目中没有一个就是绝对的意愿的文化 中国人在这方面恰好相反 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是汉人汉字汉文明 我们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 汉武的一来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儒家思想 所以这种绝对多元产生一种什么东西呢 产生了 如果跟别人打交道 就是非我族裔 不是我的民族的人 他跟我没多大关系 他适应这个社会就变得很困难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因素 印度人他们从小就在多元文化这种状态生存 而且他们英国人统治他们进入西方很早 他们比较容易融入这些西方文化 那么另外呢 善于表现 这一点也非常明显 就是刚才维维安说到 这个印度人好像特别能说 能说 抢着说话 经常插嘴 是印度人非常善于表现 这种善于表现包括很多方面 那么这种东西到底因为什么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 也是因为建立在给中国人对比的技术之上 一方面是中国 印度人很爱说话 另一方面中国人不太爱说话 尤其不愿意当着很多人去说话 因为这个中国历史儒家思想就两千来年 四书五经啊 那个非礼物言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啊 然后讲平庸之道啊 然后要追尽长者呀 你不要随便乱插话呀 出头的船子先烂呢 枪打出头鸟呀等等 这种东西太多了 反正呢 你就是不要说话 少说 沉默就是黄金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种文化对中国人想非常大 非常大 即使说现在环境已经改变了 可是你在课堂上 能对老师随便说话 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我在美国大学教过十几年书 我发现呢 就是说 在美国就是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而且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一个老师就像一个节目主持人一样 他在那里听大家表达不同的意见 有自己独特的解决 而在中国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背书 你的答案必须要跟老师一致 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想呀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这样匆匆的给大家过一下 肯定有很多未必适当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谈一个这么庞大一个民族 他的宗教文化 他的语言 好多方面都非常特别 所以我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说清楚 如果大家有问题 我希望下边大家提出来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和分享我们这个节目 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 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The best and the highest compliment you can give after watching this seminar is t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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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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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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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